我心上你直言不悔 但情报后你的小臭嘴 别轻易的汗贼 没正确的汗贼 我从不讲究碎识欺误 认为你从来 我多么希望别人都喜欢我 用善意来回应我 你得自己变成那一道光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 让我们正式开启第三阶段 荣耀金曲的争夺 今天我看到了两位 几乎崩溃的表演 这个花园里有这两朵玫瑰 长在那里的时候 我愿意做那个最忠实的原因 我觉得看到的花园乐坛 一种榜样的力量 我心上你直言不悔 我永远再提一遍 我真的很怕别人讨厌我 唱歌最美的体验 其实是那个 让自己失控的样子 真正爱我们的人 爱的是真实的我们 天赐的声音第三阶段 获得荣耀金曲的事 大家期待的欢乐周末即将来临 将会迎来周深的两档节目 奔跑八十和天赐的声音三 两档节目开播 恨无聊不知道该什么 紧乱本炮把低词机开播 今晚将看到周深的台球首秀 还会有和胡彦斌合作一首劲爆歌曲 天赐的声音第九期 周深和胡彦斌的歌曲舞台 两人将会合作歌曲贼 但请关好你的小臭嘴 别轻易地喊贼 没证据地喊贼 我从不将就随之欺望 同外你同类 贼这首歌是由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 歌曲还是很有寓意的 此歌是关于网报 描述网络世界 似用语言甚至行动造成他人的伤害 歌曲背景贼 描述现在网络世界发达 各式广告标语信息充斥了每个人的生活 但是往往传递的并不是真相 因为错误的诱导 让随之起舞从众的人们 懒得再去实事求是 不止是忘了互相尊重 还开始死无忌惮地用语言 甚至行动造成他人的伤害 激进的节奏 融合西部牛仔的乐剧 仿佛像是骑着马的狭义战士 在宣示理性的重要性 我跟孙孙在后面有一个舞台合作 就掐大腿也得整出来是吧 我可以负责掐大腿 血脉不合 我说什么你们就得唱什么 而且我一定要等待你们俩在舞台上 在舞台上的表演 还是个三拍的歌 是不是适合周深的音乐 哇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挑此歌是因为它是关于网报的 是关于歌者的一种表达 这是六年前的一首歌曲 但是放在当下依旧适用 网报的现象依旧没有很大的改善 很是期待周深和火焰冰 将会用怎样的形式来演绎出 这种网报的社会现象呢 不知道两个人又将如何改变这首歌曲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再想一想 对 两位歌王 怎么呢 今天是想请你帮个忙 就是我跟深深后面会有个舞台要合作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选歌上 遇到了巨大的阻碍 能不能从白鹿老师身上 给出一些灵感 而且你很懂音乐 没有 不敢 不敢 有一首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 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购 它里面就稍微有一点和声 就是我觉得你们俩配合会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一首歌呢 是周杰伦的蓝婷婿 因为里面有一段是 这个 因为里面有一段是 不光风月就很适合你 有戏桥 对 有戏桥 一遍两遍三遍 已经这么寡言 好久好想听着 也处处可怜 看见的都在找钱 他将买出不管他归件 一个就这个 一拍就这一拍的 今天在小面关了门 我们两步向前 哇 这一次周深选择了这首歌曲 无疑是给一首歌曲 赋予了更多能量和意义 相信这一次的改编 又会让贼被更多的人群听到 周深目前对歌曲演绎 已经是独树一致了 音乐的多元化 他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贼这首歌曲本身的价值来说 就很可能成为推荐金曲 因为这首歌曲 具有更多被改编的可能性 再加上这首歌曲 是周深演唱的 是更有可能成为第四阶段推荐金曲 周深天籁版的嗓音 空灵绝美 非常的好听 他的舞台很精彩 从未令人失望过 他始终给人带来惊喜 叫人惊艳 舞台震撼 叫人难忘 令人感动 让人回味无穷 胡彦斌周深 强强联合 用音乐表达态度 震撼高音在线畅响 今晚十点 意味深长的贼 值得细细品味 期待周深 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当然会有啊 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吵的 或是话比较多的 或是动作比较多 你看我一直都没有停过 大家就会说 周深啊 你也十三快三十岁的人 能不能成熟一点 我的年龄焦虑 可能来自于这里 这里 焦虑到口齿不轻 三十岁的人 三十四岁的人 三十四岁的人 看你自己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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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适合哦 我们永远都年轻 我们永远都年轻 哈哈哈哈 像只有个小朋友 正确实感说 我三十四岁 小朋友 你错啦 You make me feel like I'm living the night 我就觉得哎这是岁月不饶人 然后不过没事 我就转过头问了一下软今天 我跟你们说只要我还没有挂掉这个直播 我永远28岁 我知道我29了 我不说了吗 我在怀念28岁的我 就昨天 昨天的我还感觉很年轻 今天的我就感觉力不从心 压育了 对不起啊 天赋就是这样的 哈哈哈